23岁却这辈子都站不起来了 哈喽,大家好 我就是那个坐了18年轮椅的轮椅女孩 好多人好奇我为什么年纪轻轻 就坐上了轮椅 天不遂人愿 四岁的一次骨折 让我查出了催骨症 噩梦的降临 轮椅成为了我的双腿 我再也不能像其他小朋友一样 蹦蹦跳跳 成为了别人口中的 瘸子 越来越多的这种异口同声 我逐渐变得习以为常 跌跌撞撞23年 我也可以独立生活了 今天和妈妈包个饺子 也许是身体原因 家人怕以后无人照顾我 从小对我更加严格 什么都要自己学 我是一个自强心极强的人 什么都想做到最好 包饺子是奶奶教我的 她说以后长大了 自己在外面 自己包的饺子才是家的味道 纵然生如腻缕多段长 许我一味坚韧一度浆 饺子包好了 农村都是用大锅煮 煮一次就够全家人吃 小时候最喜欢做的就是生活了 喜欢火苗熊熊燃烧的感觉 每个都很有活力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接纳自己的不完美 肯定和认可自己 是我们这一生最重要的课题 往后时光 愿你能抗试 懂翻篇 有静下来的力量 也有向内看的能力 加油陌生人 你真的很棒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